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 來玩我們的KO4STAR 那這一期主要要來玩這一隻二階彈簧的隊長技能測試 他的隊長技能是針對紅屬性格鬥家有一個攻擊力加30% 然後還有一個電擊傷害 電擊屬性的傷害增加30% 好 大概是這樣 那上一期有推廣我們那個Discord群 加入的人大概有50到60個人了 60個人左右 那如果你還沒加入的話就看一下上一期的頻道大概就知道怎麼加入了 那目前加入的話沒有什麼限制 你想加入就加入 那有問題都可以跟大家討論 然後可以交流一些你知道的資訊或是攻略都可以 那有什麼問題要貼圖片啊 提出問題 然後把你的組合什麼問題貼上去的話 也蠻方便的 也可以貼影片 嗯 比Youtube的那個留言還要方便一點啦 而且 如果有人在線上的話 有可能也會回你問題 OK 大概是這樣 那這隻二階彈簧玩的話 呃 愛麗絲夢王先進我們可以換出來吧 應該是1萬積分吧 反正我第一天就換出來了啦 那他的隊長技長這樣 我剛剛有說 各30% 但是我覺得這種 就有點限制性 限制紅屬性 然後還要限制電擊屬性傷害 嗯 只有在特定關卡上有機會用啦 喔 像這次的那個憤怒龍魔神 你可以試試看 那我待會就會試試看 嗯 我會拿他跟保羅比 保羅是攻擊力加60%嘛 攻擊醒額肉加攻擊力加60% 一定是比較好啊 因為 攻擊防禦平衡各1 3分之1嘛 那攻擊就占1 3分之1 那這個屬性有5屬 他是1 5分之1 就涵蓋的話就少了一些 好 那我待會還會順便測試 那個屬性卡 嗯 我這個號沒有那個 這一張 愉快的休息 這一張卡的話 嗯 電擊凍傷造成的傷害可以增加14% 喔 14% 那加上那個二級藍王王就是44%嘛 然後他又增加攻擊力 然後這邊的話 特殊效果是 這邊 攻擊力5秒內再增加5% 冷卻7秒 5秒 冷卻7秒 也就是說大概是有2秒的空窗期 我這張卡其實還蠻給力的 但是我這個號沒有 我另外一個號有3張啦 那我剛剛有隨便把一張練起來 我待會也會測試 然後這個 服務生的痛苦也不錯 但是他是針對萬聖節 嗯 反正萬聖節快到了啊 又有兩隻萬聖節腳嘛 那他這邊有一個比較ok的是這個動傷 攻擊力140%動傷 50%幾率 然後暴擊率加4% 屬性卡是 抱歉 咳了一下 屬性卡是這樣啦 就是 以前我們都是2張減CD卡嘛 但是現在有覺醒爆氣之後 其實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 那個 除非你要PVP 那平時在打關卡幹嘛的 其實不太需要2張減CD卡 你通常都可以拔掉一張 那其中一張就換有那種3屬性的 這種加比較多嘛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早期的 那個CD卡都是加HP 或是加防禦率 那2張嘛 那2張其實效益很低 那你就盡量找這種有3屬性的 特殊的 不然就3個屬性 這樣效果是最好的 你甚至可以裝2張 你覺得你不在乎那個 因為你就爆氣完就換人 爆氣完就換人 就沒差 就不用等等去啊 大概是這樣吧 好 那我先用我這個號來打一下 我先打給大家看 我目前的組合是這樣 我先用保羅打給大家看 保羅的話這邊 雪魯咪吃得到他的攻擊力60% 所以雪魯咪會多打1到2排的雪 這是一定的啦 你待會可以看 那我的打法我會雪魯咪先登場 打打打打打到爆氣 然後把爆氣的技能打完之後再換機師 好不好 因為雪魯咪可以 爆氣一波打完之後那個BOSS應該就 醒不起來了 就沒辦法醒了 因為他會一直暈 那我看一下我的套卡 好我用這樣子 那機師的話我就用這樣子 好因為我 沒有那個魚塊來休息 包那一張卡 所以我就用這一張 這張的話也可以有個那個 動傷傷害 那 這個BOSS他的弱點是這個吧 呃中毒 電擊 動傷 所以你都可以用 那我建議你還是用雪魯咪 可以把他暈眩嘛 以前有講過嘛 那你為了要打快的話 你就是暈完之後你就換角色 換角色你就換你的猛角 就直接把那個BOSS給帶走 當然是要有電擊啊 動傷啊或是中毒 好 就來吧 呃我雪魯咪自己打大概是剩2分鐘 那我這個組我大概打完大概1分半吧 就 快30秒 這邊就正常打 好失敗 沒閃好 無所謂啊 我這邊把這個暴氣 竟然按完 那大概剩 20排血左右吧 49排血 我們就換我們機師 機師的傷害比較猛嘛 好不好 然後就23 好沒看秒數喔 注意看秒數 好2分46秒 比我自己 單純用雪魯咪打的話 大概快四 因為雪魯咪大概打個2分0幾秒吧 剩下2分0幾秒 好畢竟我的機師 有練度嘛 好不好有練度 這個LV10這LV30有差 好 那我們再打一場 把他打完 那我用這個 剛剛我們雪魯咪是打到剩19排血嘛 那這邊可能會打到剩21排左右吧 因為他吃不到這個二階堂紅王 那二階堂紅王吃得到 可以讓機師吃到攻擊力30%還有電擊傷害 30% 電擊屬性傷害 好 那剛剛的表現是2分46秒 我是覺得差不多啦 我們再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 首先雪魯咪造成的傷害一定比較少 這是我們可以確定的 好 我現在為了放打手 好我閃 我閃 我閃 走 就我說的啊 好 過去 阿 比較慢齁 他應該有感覺比較慢啊 比較慢喔 打不死 稍微慢一點嘛 所以說那個 因為我只吃到一隻而已 血乳蜜沒吃到 所以打比較慢是正常的 所以你們會 在我這個情況下就 不要用二千堂紅王當隊長 所以還是要這樣比較好一點 這樣打會快一點 因為這個條件限制比較嚴格一點 這個號就測試到這邊 那我另外一個號會測試個 測CD卡跟用 那兩張屬性卡的差別 好那我先暫停一下來換個 賬號 OK來吧 我剛剛那個 二千堂紅王跟 保羅的差別其實對機師差不多 因為兩個 可能都是剛好都是60% 我覺得好像差不多傷害 主要就差在學武迷那個大概差兩條血 兩條血然後我最後只剩用普攻在那邊打 所以就 多打了一些秒數 大概是這樣 按錯是不是 喔按對 分弱魔神 那我這邊我就 不測試二千堂紅王 我就用這個組合 我先用兩張減CD卡 那我們來先看一下 我先用 兩張減CD卡 OK 這邊少一個喔 沒裝好 反正雪魯迷只是來把BOSS給暈掉嘛 好來吧那這兩隻都是覺醒一階LV10而已 覺醒一星啦 好 一樣我們先 上雪魯迷 OK 這邊AUTO我想說為什麼一開始他 不受控制 我想說我要翻滾他不理我那邊放技能 因為我剛剛這個號有去刷東西啦 刷別的關卡 開自動 打排名賽吧 OK OK 這邊又是固定打法啦 大概 打個20排血吧 剩20排血吧 我另外一個號的障礙比較強 大概打 剩19排血吧 這個大概剩20 就有差啦 那我現在是兩張減CD卡 兩張減CD卡如果是在以前還可以 現在因為有暴氣 所以 就沒什麼用 你們看喔 秒數的話已經 2分半了 然後還剩6排血 大家有看齁 有差齁 當然是戰力的有差然後這個兩張減CD卡的攻擊力也比較不給力 好 2分15秒 結束 給大家參考 不能跟另外一個號比 我們現在是這個號 在比較 剛剛那邊是那兩場在比較 保羅跟二鏡塔紅丸對長技的差別 那我這邊要比較是 屬性卡 好 我就先換那個 呃我們先換那個 包的卡好了 我們先換包的卡 愉快的休息嗎 他在幹嘛 哇 打這一台喔 這台有出耶 這台那個 這台遊戲機有出耶 之前那個 誰有 誰有那個 ET ET好像有介紹這一台 還是誰啊 反正有人有介紹這一台就對了 我記得 GEO了吧 是不是他這邊是不是寫GEO 有點忘了 看不太清楚 NEO還是什麼的 好我沒有特別注意看到這一台 這個這個卡片 我都只看這個角色而已 反正就 大家可以查一下 還是NG喔 看一下 呃回來回來回來 剛拉到我的麥克風 整個斷線 麥克風就斷線 我就 重弄了一下 不好意思 然後看了一下 這是那個 NEO GEO NEO GEO是 NEO GEO NEO GEO是 NSK發佈家用主機的一個 發佈的家用主機啦 好 那先不管先不管 好來吧 現在應該沒問題 那就先這樣 來 打一下 我想一下喔 我剛剛打到哪邊 恩 喔唷 一個中段我都忘記我剛剛打幾秒了 反正你們看影片可以做個比較啦 好來開始 喔想起來了剩2分10幾秒對不對 好像2分15秒 有點忘了 沒有問題 好 NO PAIN NO GET 啊 我的腰桿 我的腰桿 我的腰桿斷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欸好了好了好了 出現啊奇怪 OKOK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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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嘛 不要嘛 打到真的死牌 然後我們換 CC 他應該有感覺比較快吧 有時候要快一點 突然爆死了 兩分半 突然他剩400血突然就爆爆掉 直接那個他那個 這樣怎麼持續爆破 突然間爆炸 好我們打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我用那個 把這張卡換掉 換那個 服務生的痛苦 找一下找一下 過頭了沒啊 卡片太多的話就不好找 卡一下 好那我現在完全沒有減CD卡 看看效果怎麼樣 理論上應該要更好 但是有時候他就是 持續爆破那有點看機率吧 是不是 那好像有免住限制 有一個CD時間 好最後一場 他要再看個一場動作 他要再看個一場動作 打這個 一場動作而已啊 分心了分心了 就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好 85-3 我的CD比較VPN 他們已經完全沒卡了 我現在多了個洞 θα只 bot unpleasant campo 可以比較高一點 理論上應該有打比較快 因為我剛剛是有爆下去 他突然就打比較快這樣 剛剛那個是2分半嘛 那這樣凍傷卡啊 雖然打比較慢但是我覺得那是一個 有一個區間範圍 應該是說我剛剛那一場突然爆下去 剩4拍血的時候直接爆下去 就打死了 我剛剛沒辦法看影片 你們看影片可以暫停或是回去看一下 看他是不是這樣 那測試大步大概是就這樣吧 來做一個小總結好了 首先那個二階堂紅丸這個隊長技 在這個組合下 比較不好用 因為雪魯咪吃不到 這大小只有祭司而已 那在祭司如果吃到這兩 來說的話 寶羅跟二階堂紅丸其實是差不多的 隊長技 賦予他R3我就會差不多 那我就選擇用寶羅 因為這樣打會稍微快一點 那屬性卡的部分 呃 減CT卡現在的重量性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 那麼需要了啦 所以你可以搭配一張 看你是要用哪一張 我看你是要用那個 愉快來休息 或者是這個 福生的痛苦 在這邊都有福的條件 而且可以增加暴擊率 福生的痛苦我覺得稍微弱一點 稍微弱一點 因為他是針對萬聖節 那這個就沒有啊 這個好一點好一點 因為你會用他表示說你已經有 電擊或洞傷的技能 或是核心 所以愉快休息會好一點我覺得啦 而且這邊加攻擊力 這邊造成傷害又加14% 還不錯 那這邊攻擊力也上升5% 冷卻7秒 所以我覺得這張比較好一點 只是比較好啦 那這張可以讓你 如果你本身沒有洞傷的角色可以用 像我前幾期打那個大蜘蛛啊 這個大蜘蛛 機甲 蜘蛛 蜘蛛 我全部都用那個服務生的痛苦 也是可以打 因為他可以有洞傷的效果 大概是這樣啦 兩張卡剛好不太一樣 但是都有用處 那就先介紹到這邊吧 希望今天的分享 新的分享 對大家有幫助 就臨時想到說想要來測試一下效果怎麼樣 而且打黃王的隊長技能 那就先這樣吧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